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大陆冷气团报道天气冷嗖嗖 医师提醒心血管疾病患者要注意保暖 饮食清淡与适度运动 新北市政府透过跨局处及结合各方资源 开办整合门诊及成立协会制作宣导影片 给予脊柱列并有更多关怀 2018新北市纪录片奖即日起开始增见 优选作品可以获得33万元的拍摄奖金 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学举办成果展发表会 朱立伦市长勤勉学员继续为传承原民文化而努力 今天的活力秀一下要介绍给大家的是 新建崇光设大的敦煌养生舞运班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学员们是如何学跳舞又养生 受到入冬以来最强的大陆冷气团影响 这两天气温骤降 医师就提醒患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三高患者 一定要多加留意身体状况 除了定时服药控制血压血糖 同时也要做好保暖工作 不要暴饮暴食 连续两波大陆冷气团报道 气温骤降而且一次比一次呢 民众纷纷穿上厚重衣服保暖 这样的天气除了一般民众受不了 对于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 更是如临大敌 医师表示天气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会提高 因为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喜欢容易收缩 那加上老人家有慢性疾病的人 天气冷的时候通常会在家里不出门 或是减少他活动 那至于减少活动的话 会导致血流血液循环比较慢 那加上容易大吃大喝 吃一些高胆固醇类的饮食 会导致那个血液的胆固醇量更高 那这个之后呢 就会导致那个血管收缩 然后加重那个心血管疾病的恶化 医师提醒民众如果出现胸痛胸闷的情况 千万不要大意一定要尽快就医 如果是冠状动脉缺氧的话会导致胸口闷 那会喘 那如果严重一点的话会导致那个水肿这些症状 那如果是颈动脉那个狭窄的话会导致头晕这些症状 因此有三高疾病的患者除了定期就医服药 血压血糖都要控制得宜 同时病患无必要做好保暖工作 并且不要暴饮暴食 适度运动保持血液循环顺畅 记者生病这门期新店采访报道 脊柱列又称为神经管缺损 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 从一出生就必须面对神经系统 骨骼 泌尿系统 病变等问题 在生活上更是充满不便 因此新北市政府透过跨局处合作 协助成立全国性协会 制作宣导影片等等 而更重要的是在慈激医院的支持下 开办了整合门诊 让脊柱列病友不用再为了就医东奔西跑 也让更多人一起来了解关怀脊柱列病友 脊柱列病友从出生后 除了要经常性的接受手术煎熬 在生活中更有许多不便 有时甚至会遭受异样眼光对待 尤其因为病症在就医时 需要到不同的门诊科别 因此新北市政府 社会局 卫生局 新闻局等局处 共同推出整合性服务 让脊柱列病友可以获得更多的照顾与关怀 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这些医疗的整合 社会的爱心 大家的关怀以及政府的努力 我们这样子让基儿们能够未来在医学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发达 大家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之下 让基儿们能够有最好的生活品质 在新北市政府的整合服务资源上 包括了成立协会 制作公益宣导影片 以及由慈激医院开办脊椎 整合门诊 横跨命尿科 骨科与复健科等等 对此 台湾脊柱列守护协会理事长陈洪志表示 非常感谢各界的爱心益助 提供脊柱列并有最实质的帮助 感谢朱市长及市府团队 愿意敞开大门请听 不再让基儿们继续孤独的无助 市长为民 市长为首贤民的行动 率领推动极助列医疗补助 急诊和门诊 推动极助列社福 凝聚新北市的爱心 新北市长朱立伦强调 上天赋予人类生命 却不一定给予每个人健康的身体 极助列并有从一出生 就面临了许多艰困挑战 希望透过跨局处的整合 并结合各界爱心资源 让极助列并有不再感到孤单 记者杨帮小车发起 新北市采访报道 2018新北市纪录片奖 争奸活动开跑了 在记者会上特别邀请 历届得奖导演分享经验 新北市新闻局局长张奇强表示 透过纪录片奖 除了挖掘更多优秀人才 同时也埋合了各方资源 并且加强与海外影展合作 就是希望台湾优质的纪录片 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而争奸作品如果获得优选 除了可以得到33万元的拍摄奖金 另外决选第一名 还能够再获得10万元奖金 从2011年开始举办的 新北市纪录片奖 每年都有许多优秀作品产生 2018年新北纪录片奖 也从即日起开始争建 在活动起跑记者会上 特别邀请了历届得奖导演 林焕文 傅瑜 张伟志 吴波红到现场一起分享经验 新闻局局长张奇强指出 是否为了让影像工作者 能够发挥创作 努力整合各方资源 包括加强与海外影展合作 就是希望台湾的纪录片 能够让更多人看见 整整八年的时间 我们看到新北市纪录片奖 不管是知语量都不断提升 那今年我们带着很好的导演 到了香港办了第一届 新北市纪录片之夜 我想让新北市纪录片 从台湾向国际上发展 这是我们明年也会做的事情 所以明年我们也希望 能够在香港之外 也能够到新加坡 让更多华人看到 更多好的台湾纪录片 记者会中 今年刚拿下新北纪录片奖 优选的救命人导演 吴伯宏表示 他前后报名过三次 在参加针见的过程中 透过不断的调整 除了让作品更加完美 自己也收获良多 经由这样子慢慢的调整 其实也不是从提案过程调整 因为我也是有来观摩 看别组的提案 我才发现说 原来我之前故事 其实说真的是讲得很不清楚的 那其实我很感谢在 之前的像观摩跟提案的过程 然后可以让我今年的故事 得到所有评审的青睐 另外在2016年 以前以启示获得纪录片奖 第二名的导演林焕文 则非常感谢新北市 能为纪录片导演 搭起交流的桥梁 让获奖导演 有机会到海外举办放映和座谈 我们的影片在新北市纪录片奖 优选之后 它是可以到国外是受到肯定 那这方面是我觉得很大的收获 另外一个是说 也很感谢说 新北市纪录片 愿意帮我们搭这个桥梁 这桥已经跨到国外去了 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2018新北市纪录片奖 从今日起开始征件 直到107年3月1号截止 优选的作品 每部可以获得33万元的拍摄 另外决选的前三名 则分别可再获得10万 8万以及5万元的奖金 欢迎有兴趣的影像工作者 踊跃投鉴 记者杨邦友 周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学 以回游为主题 在新北市立图书总管一楼 及三楼办理年度成果展 战期到12月27号为止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 踊跃前往欣赏服饰 手工饰品 木雕等精湛的 传统工艺 细细体会 原住民族不受限的创作力 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学 6号在新北市立图书馆总管三楼 举办成果展发表会 班级学员带来了 阿美族传统鼓摇 吟唱鼓调圆音悔绕 为活动揭开序幕 当任部落大学校长的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也亲自立临现场颁奖表扬今年获得极佑的班级与学员 朱立伦市长特别欺勉部落大学的师生 持续为原住民文化传承而努力 让新北部落大学发展出在地文化在地学习的经营特色 让原住民族传统部落文化知识得以在都会生活中落地生根逐渐茁壮 大家共同为我们文化的传承 为我们部落大学大家创新创意的一些班别来努力 所以感谢我们很多老师们大家的辛苦 也谢谢我们这个蔡委员还有各位委员给我们的指导 那同学们继续加油努力 这次的成果展除了规划部落大学学员一年来努力的学习成果外 并与财团法人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合作 以原住民族图腾色彩为基底 结合现代纺织技术设计出创新的原住民风服饰 还有流行配件包括了泰雅传统编织 排文族羊角勾织包以及传统工艺琉璃珠等等 不管是我们的纺织或者是我们的木雕 或者是我们的编织或者是我们的精工工艺 可以看出来我们原住民学员大家努力的成果 连我身上带的也是我们原住民这些学员们 大家所努力的成果 那在我们新北市的图书馆来三楼来展示 也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到图书馆来参观 看到我们这个原民文化传承的一个力量 也给这些学员们鼓励 大自然嘛 然后几乎我都是采用那个大自然的色彩 绿色天空色大地颜色 然后我们传统最基本的图腾 朱立伦市长表示透过这次的成果展 期待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新北市原住民终身学习的成果 同时认识并且更深入了解原住民文化 继续声明在门期新北市采访报导 广告后要来看的是活力秀一下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althcare健康保健室您好 宝宝大完疫苗后为什么一直发烧啊 我老的最惊心头泡泡菜 要看他先往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按下服务键 健康管理师将提供您24小时的健康咨询 还有量测型服务 云端储存并追踪健康数据 两种方案 满足您不同的健康管理需求 现在申办Healthcare健康保健室 专属您全家人的健康照护 专属您好 我的第一台Shop开启新生活 搭配指定方案 我的第一台Shop免费 2917 39 39大型店宽屏 今天的活力秀一下 我们要介绍的是 新店崇光社区大学的敦煌养生五运班 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 都会有筋骨酸痛或者是膝盖疼痛的毛病 却不知道这些问题可能是因为站姿 或者是走入姿势不正确所造成的 而在敦煌养生五运班 透过古典敦煌舞与养生运动的结合 让学员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 达到生与新的调整 接着就一起来了解敦煌养生五运的奥妙 包容 以尊重宽容的心面对众生 博爱 多一点慈悲心和耐性 敦煌舞本身是一个西域风格的中国古典舞 所以我把它做了转换 就转换了以后把动作技巧性不要那么高 但是它对所有的动作的起承转折 都是在一个导引的状态 主要导引就是呼吸带动身体律动 它既有敦煌舞的美 然后它也有一个养生的功能 沉浸 沉淀 调整 混乱繁忙的兴趣 我自己原来有做一些有氧舞蹈 还有太极这些的运动 那我想多一下不同的一些尝试 所以就来上这门课 那因为我也是刚刚退休 比较有时间上白天的课 我在更年期的过程其实是很严重的 每天都是不是这边痛就是那边痛 可能骨质流失也很严重 那身体的细胞也是这个脸一下就垮下来 它垮下来就让你觉得 为什么一下子会变成那么老 那后来我在锻炼的过程里面就慢慢去挑 我把它里面一个重要的元素 比如像我刚才讲 身体的脊椎 手指间的动作 还有跟我们人身体的一个力学 就是比如说来讲 你的乐化膝的摆动 而不是随便去动 而你是要经过你的提气尘气 落下来重心的转换 因为这个样的原因 所以它跟我们身体的力学 跟我们身体的结构 它是都是有相关联的 所以我的教学会比较从这个角度进去 那又不失掉根环舞的美的姿态 脚掌放下去一直慢慢放放的脚跟 放好了之后呢 膝关节还是放松的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姿势不正 可是很多人不了解 但他们来上课之后 我会告诉他说 我会让你测试 你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我并不是强迫你 就是你自己去体会 你这样站会比较舒服 还是你归到我讲的那个 姿势的状态你比较舒服 你能体会到以后 你慢慢调整你的姿势以后 你就改善了 原来我们走路是要用髋关节 而不是用膝盖 我觉得光是这一点 我的膝盖可能就可以保住了 对 因为我觉得年纪稍微长了以后 其实膝盖都会慢慢地没有力气 可能没想到透过老师的教学 我竟然发现我走路 其实是需要调整的 心筋 前胸筋腋下 沿手臂内侧到小指内侧 小肠筋 小指外侧 沿手臂外侧 经后肩颈到头 对于说学习的人来讲 心不能太急 因为你心很急躁 就违反了敦煌 养生五欲的基本原则 它需要的是你要静下来慢慢地去练习它 其实心要放松 说起来简单 其实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可是透过老师非常非常耐心的 一而再再而三的 不断地引领我们去觉知觉照 就我觉得慢慢地我自己的心开始会 跟自己的肌肉 跟自己的脊椎去对话 然后身体就越来越好 老师在教导中 就是让我们身心去做一个合一 然后为了从自己身体的了解当中 那你才会对于我们现在所认为的 不管是武学还是医疗当中 有更深一层的一个体会 它的关节操竟然可以调整到我 几十年来一只驼背的身体 竟然就是透过一个学期 我的背就直了 那之前我有去浪家 譬如整椎拉什么的情况 可是很快地又恢复到我驼背的状况 就没想到透过很简单的觉知的关节操 我竟然把自己的驼背调整好了 每次上课之后我回家都非常好睡 非常累 可是它累的是非常舒服的 那我想可能这个是要慢慢来的 对 做这个东西还有培养你的耐性吧 很多动作都是要慢慢地跟你的身体对话 因为我已经把这样子的东西 融入到我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觉得它随时都带帮助我 多忙养生母运 欢迎大家一起来养生哦 接着来看 博博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店健康保健室全新上市 24小时全年无休 专属您全家人的健康照护 六大服务轻松掌握全家健康 每月最低只要359元起 活动详情请洽2917 3939 新北市卫生局鼓励家庭照顾者 运用新北市的照顾资源 让照顾路不再孤单 相关讯息可洽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02 2257 2623 新北市欢乐耶诞城 即日起至2018年1月1日 将陪伴市民朋友欢度耶诞佳节 欢迎民众踊跃到市民广场万平公园同乐 相关讯息请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查询 2017新北市温泉节正式启动 市政府和温泉业者 共同推出许多超值优惠方案 欢迎大家到新北市享受泡汤的幸福滋味 活动详情可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 2017新北市温泉节活动专业查询 即日起至107年1月31日 在网络上查询地级资料或申理电子藤本 还可参加地震大确幸 好理讲不完活动 讲评相当丰富哦 赶快加入线上申办地级资料行列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会刊登在 大新店有闲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方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